除毛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尤其是夏天女生很喜歡穿短裙或是穿背心 那如果你自己想像你不該露出毛髮的地方露出來就會很尷尬 那皮膚看起來也就沒有那麼白皙透亮 所以除毛對女生真的是很重要 尤其是要選對除毛方式 如果你用好的除毛刀的話 你肌膚就不會有一些過敏問題啊 或是造成小傷口 然後讓它反而弄巧成拙 要不要再講一下你之前不好的經驗 我代言菲利浦這七年來我一直都是用他們的媒體刀來除毛 可是有一次我要拍戲的時候 要在外地拍戲 我打包行李的時候就擺命一書 忘記帶到我的菲利浦媒體刀 結果我就只好將就用飯店的刀片來除毛 結果過兩天我要跟男主角拍一個比較親密的戲 就是他要擁抱我 然後我只穿著小背心 還有長褲啦 我有穿著長褲 但他摸到我的手的時候 他整個是像觸電一樣彈開 然後大叫說怎麼這麼刺 那個是我心裡面真的是有點糗 但又覺得蠻好笑的想說 真的是有感覺他像摸到刺蝌的那種反應的感覺 所以勸女孩子真的除毛要用菲利浦媒體刀的原因是 因為拔式的除毛呢可以把毛髮從毛囊直接拔出 你就算長出來再長出來的小細毛都是很細很細的 不會像用刮刀一樣長出來的會很粗硬 那其實女生要除毛的 你會不會覺得男生是要毛多還是毛少比較好 以你自己的喜歡感覺啊 我覺得剛剛好就好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因為人家說男生毛多就很性感 比較性感 你覺得性感嗎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是多到他的背上跟胸膛跟肚子上面都很多很多毛 我覺得就有點 太多 太多 有胸膛好嗎 會喜歡嗎 有胸膛 有胸膛 我沒有想像過耶 應該一點點還OK吧 但也不能只有三個 那也很乖 要不要聊一下今天下來要拍的事情 我們最近 不好意思 好我們最近那個愛的生存之道 馬上就要開拍了 所以最近跟所有的演員 還有跟曲友寧導演 大家都很請羅密鼓的碰面 然後還有讀本 培養感情中 然後這次的劇本我非常喜歡 也希望大家到時候可以喜歡我們這部新戲 曲導的東西就是其實還蠻有口碑的 然後自己跟他合作 可是他又出了名的慢 會擔心嗎 我當沒有聽說過這一點耶 但是 知道要跟他合作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他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所有演員 渴望合作的一個夢幻的導演對象 所以 這次知道可以跟他合作 真的太開心了 然後我也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希望可以讓他滿意 那楊佑怎麼會覺得跟他的合作 Yoyo我跟他四相很熟 然後他就是一個很愛鬧 很愛玩的一個很幽默的大男生 我跟他合作比較擔心的就是 他會一直鬧我一直鬧我笑場 只有這個擔心 要不然我們覺得 我們跟他的默契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所以才姐可以去盯場嗎 我沒有一間 謝謝 謝謝